各位,苦毒是一个挺普遍的问题 这是信徒与非信徒都会经历的 尽管脾气再好,毒继续蔓延 灵魂就会越来越黑暗了 苦毒来自很多的因素 人做了对不起你或对不起你所爱的人的事 人将责任无辜地推到你自己的身上 放尽了心思和努力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或称许 甚至教会探访别人却没有探访你等 有时人不是故意的,但创伤已经形成了 这些不被解决就在心里形成了苦毒 就算是设法保护自己的方法而不负面地去想着 罪不得解决就渐渐成为了一把要报复的剑 所以第一,苦毒应该要尽可能处理 愤怒的危险在于能占据人的心 变成一个持久在精神上的怨恨或不饶恕 这必会带来审判 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如果大医生都这样说了 我们还是不要忽视这劝告 反而要决断阻止这毒素的扩散 如果有足够的赔偿 尽量因此而满足 神借着基督的宝血饶恕了我们 为何不静下心来明白罪恶和神 独特为你所施行的伟大救恩呢? 各位,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神的美意难道不能叫你所受的委屈理 叫你信心被试验 因此从祸转为福吗? 我们当然尽量要处理 因为这会影响我们与主之间 凡事上的关系 然而,要等到几时 苦毒才能消散呢? 如果你已经看见苦毒的严重性 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 得医治的话,你就能得医治 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2章14-15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施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 惦然污秽 第二,因为有根 苦毒感也不一定真实 想要离开苦毒感是好的开始 但要得医治的理由 很可能是不想被困住 在不自由里面打转 而且不一定是为了要活在神的爱里 愿意要将神的命令 藏在心里来遵守 况且,苦毒是一个感觉 这感觉离开不离开 其实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我们该要做的是 抵挡一切 叫我们失去感恩的心 我们不该被谎言所左右 一直细想着苦毒的因果 很可能会叫我们心里不平衡 所以,将我们的心怀意念 渐渐被带到一切的真理 心里能被事实指导 我们才能从愚昧的思想里转过来 相反的,心理学说 试着去看看自己的内心世界 苦毒是加在你身上的一个负担 当你对那对不起你的人表达善意时 打开心的自我 认定自己是能够忍受痛苦 能饶恕人 那时因为看到自己做到向人施恩了 就可以要求苦毒离开 苦毒就会离开了 这种医治法 不明白苦毒有根 说我们只是环境的产品 所以不需要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因为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不能说自己有罪 自尊是最重要的 所以苦毒没有自己的罪 要怪就怪在人或环境 各位 耶稣不公义地被对待 而要丧失价时 跟门徒说 这世上必会有苦难 但叫他们要得着胜过环境 而在主里的平安 要说苦毒是环境造成的话 耶稣和门徒应该是最有苦毒的了 但从神得着罪得赦免的恩惠后 根本没有苦毒和苦毒的根 各位 如果你得到罪得赦免的恩惠了 还怀着苦毒的心的话 这只有证明我们的感受 是不完全可靠的 我们在心里要恢复的乃是真理和真相 因为这是最好的意志 第三 我们要从苦毒的根得意志 什么是苦毒的根? 我们从读西伯来书12章14-15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又要谨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巅然污秽 这苦毒的根的图画哪里来的呢? 我们也读生命纪28章18-19节 这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后 将祝福和咒诅宣布后的话 恐怕你们中间或男或女 或组长或支派长 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 去侍奉那些国的神 又怕你们中间有二根 生出苦菜和阴沉来 听见这咒诅的话 心里人是自夸说 我虽然行事心里完根 连累众人 却还是平安 原来苦毒的根 就是拥有永生盼望 错误的了解 他认为平安也没事 但原来走在黑暗 完根的心里和形势 他误解了神所立的约 他认为因为他在神的应许永约中 所以他不会遭受神的审判 希伯来书的作者 就是要医治信徒他们那狂妄的心 并要培养尽钱的信心和圣洁 这是一个警告 不要轻视圣洁 也不要指望会有更多的恩典 苦毒的根是一种错误的教义 鼓励人要按血气行事 轻视神的饶恕 把救恩当作一件自动的东西 不需要在信仰上征战和追求圣洁的过程中 保持谨慎 这样的人或教义玷污了许多人 叫人像以少在应许上放纵 最后不能悔改 不能找到生命 这苦毒的根准许憎恨和怀着怀抱的心 叫人放松对已经生长出来苦毒的果子 各位 靠耶稣的宝血 饶恕人是及时能做到的 不能再等的 与人的信任可能需要时间建立 但人与人的信任最终也不是一切 因为我们所得的自由不是人所能给我们的 我们今天能活着而做每一件事 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 你们白白地得来 也要白白地舍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